今天已经是11月底了 接下来礼拜五开始就要进入11月份的交易日了 那11月份还有哪一些重要的大事呢 除了今天我们其实在探讨的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美国联储的会议之外 另外还看到的就是1111的这个购物季了 那到底这些所谓的电商啦 网通啦或者是宅配相关的概念股 还会不会有一些些的风吹草动 能够反映在股价上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张文赫分析师 您好 午安 我们今天看到新闻1111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这个风力发电的部分 风力发电的五大业者要选在这一天来进行签约 那新闻消息出来的同时 是不是有可能在风力发电的部分也有一些风潮 在一者看到了购物节年底嘛 找个理由让自己消费花钱 那相关的概念股呢 通路您觉得有机会反应吗 好 我们先看这个风力发电相关的概念股 我今天看得出来这个风力发电的股票 其实今天并没有受到激励股价出现相对应的一个表现 那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 大概感觉出来 最近的这个四季风电相关的个股 其实还是受到这个获利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特别突出 那股价还是比较偏向于体财面 那加上了这个体财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大家对于核电呢 跟这个风电的这个增值还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说股价这个地方要快速的一个反攻 我认为不太容易 我们就举几档股票来做观察 比如说像是2072的四季风电 你看今天在这样的行情当中 股价还是跌了一个3%左右 那已经接近破底的位置 那假如说像这个 做这么具有代表性的股票的话 这个地方还没有办法攻击的话 那我认为对其他风电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这个相对的来讲 这个股价就会走比较弱势的发展 所以这个还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那至于双十一购物节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过去这个大家比较看的 还是在于中国的部分 那无论是什么天猫啊 这个淘宝啊 这个双十一购物节呢 其实他们的销售 在过去都不断创新高 但是这几年 我们看到在中国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那大家对于这个 双十一购物节的这个支出呢 也会变少 那所以比如说 假如说连中国的这个 双十一的购物节相关的电商 相关概念股 都没有这个反应的话 认为对台股来讲的话 那这个相关的 这个电商的部分 记忆可能也不会太大 这个地方我认为这两个题材 我这边有这个看看就好了 不用太过激烈的一个操作 好文贺认为这两个题材 也许它后续发展的力道来讲 再观察即可 那我们回到今天盘面当中来看 因为指数呢 在今天尾盘的确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震荡 那我们看到了 在个股当中 有一些今天补跌的情形 尤其是台北股市在今天最后一盘压回作收 中场跌了150点 跌幅0.64% 指数呢 就说在23,198点 您看到了今天尾盘最后一笔的成交单量 如果我们从分时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一分钟压低了100点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今天尾盘 这个最后从23,298压回来到了23,198来进行作收 台北股市在今天尾盘最后一笔 为什么会压回100点来作收呢 个股当中先来看一下 在今天尾盘有卖压在进行调节的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全值股 全值股当中 您看到今天有一些卖压在尾盘来进行调节的个股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15块钱 收在1050块钱 跌幅1.41% 所以您看到了在今天台积电的压低状况 最后一笔调节了7019张 所以让台积电今天收在1050块钱 台积电今天跌15块钱 对大盘指数影响为何呢 就影响了116点 所以难怪您看到了在今天尾盘 台北股市本来从跌50几点 到最后收盘变成跌150点 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在台积电的压力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今天尾盘还有哪些个股有调节的单量呢 比如说您看到了像是在红海 2317的红海尾盘调节了5000多张 连电尾盘调节了9900多张 还有呢在凯基金 还有在部分的金融股像是新光金等 今天尾盘有一些调节的单量 我们是不是能够先请文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第一个今天尾盘为什么整个台股会压低100点做收 第二个台积电今天尾盘调节7000多张的卖单 怎么看 我想对于今天的指数的部分的话呢 确实今天这个尾盘的走势稍微有点弱 毕竟这个尾盘出现一个下差的情况 那最主要因素当然还是台电股价在尾盘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回 那我想最近台电的这个风波蛮多的了 包括了像是这个被美国商务部调查 是不是有供货给华为 那是不是还有这个白手套的问题 那加上我们看到这个股价这个地方在创高之后呢 也就逐渐一个连续的拉回 那正式的都已经回股了这个10月18号的多方缺口 所以短期上我认为台积电股价 这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假如说这个前波的这个位置 长黄棒来回来10月11号 这一根长黄棒的位置1045如果被跌破的话 那股价这地方就可能去回测月线的压力 那月线就是这个千元关卡了 那这个千元关卡一定要守住 假如说没有守住的话 对台股的整体的线性来讲 会下伤力比较大一点 到这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今天我们看指数的部分是点地150点 当然最大贡献的还是在这个台积电 另外呢像是几个重要指标 包括了像是这个鸿海 今天股价也出现下沙 还有另外像是这个2345的智邦 你看这个上个礼拜 这个智邦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98元之后 今天上一根长黄棒 就这个直接灌坡的无线 我想最近很多的股票走势都是这样子 前一天大涨隔金就一根长黄棒下来 涨势非常的不连续 那这也是目前为什么这个台股 那么难操作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这个在观察 各股或者是这个族群的时候 常常都遇到 而这个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族群 没有带领这个大盘 这个能够继续往前进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变成成交量比较的萎缩 那大家比较偏向于观望 那在观望情况之下 很多这个相对高价 或者相对这个涨势 相对高位阶的股票呢 就容易出现获利了结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这个费买指数是跌了1.16% 如果你看这个股价天线的话 会更明显 今天这一根长黄棒呢 是直接贯破了所有短天级均线 那等于是要去回撤这个季线 那你想想看 如果假如说这个贵买指数 去回撤季线的话 其实表示说很多的小股票 或者是之前比较强势的股票 这个地方就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档 那最明显的就是在于矽光子的部分 那矽光子的部分 我想前段时间涨势都非常的凶猛 否则这个地方应该都还有印象 但是你看今天矽光子的股票 虽然有几场打到跌停板 包括这次我看到的指标3081的联雅 开盘没有多久的股价就直接攻到 打到跌停板之后 就一路就锁在跌停板的位置 但是你看 它的股价从这个9月几涨以来 几乎完全没有跌过 那一直到这个10月15号 创下398元的历史新高之后 它也是在这个高等位置的地方 做一个满整理 那今天这一根长卫棒等于算什么 算是一个补跌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很多的股都开始出现补跌的状况 你看联雅一补跌之后 其他的这个矽光子的部分 包括了像是3363的上全 6442的光盛 还有像是这个3450的联军 你看股价都开始出现拉回 虽然就变成说 涨多的个股这个地方都要出现修正 甚至出现一个回挡的状况 虽然这个地方在这个选股上要特别注意 就是之前大涨的股票 这个地方就不要再做这个激起介入的动作 那反而去找一些这个之前没有涨到的 也许这个地方有机会来做一个反弹 或者做一个攻击 我想目前呢 虽然在这个位阶上的选股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甚至呢 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很强势的是在这个 这个半导体设备的部分 你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拉回了 比如说像是6187的万润 那现在还在二十分分环交易 但是你看到股价K线 也是一路的缓跌 那甚至之前涨了比较多的 像这个三亿三亿的红硕 但今天股价呢 也是这个大跌超过60% 一度打到了半年线的位置 那它之前就是在七八月份 股价一路创新高的个股 那但是呢 现在呢 股价开始出现一个拉回 所以现在 我认为了 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指数呢 应该还是一个高涨 比较偏向的震荡整理的盘势 但是呢 个股的调整会非常的举烈 就之前大涨的 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来的 要怎么去 那之前这个整理时间比较久的 也许会有这个落后股场的机会 是目前选股投资票 可能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逻辑 如果我现在手上的持股 就是这种目前为止 持续压回震荡的格局 那我该做停损吗 我到底什么时候 应该要做停损 什么时候可以续报到解套 好我想 比如说 像我刚刚提到 之前强势的个股 我手上投资票 还有 那手上还没有 这个高档获利了结的话 我认为现在也不用急着去卖出 毕竟呢 这个你高档没有获利了结 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位置 那我认为 其实都已经开始 酝酿反弹了 只是说 反弹的时间在 在什么时候 这个投资本可能比较 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 没有那么快 但是你说 这个还会再大跌吗 我认为机会不大 我们就以 3131的红数来做观察 你高股价 这个算是一个缓跌 跌到半年线位置 这个地方 我认为应该有支撑 今天你看 这个这一根比较 这个长黑 打到半年线的位置 就出现止损的状况 那你就观察明天之后 会不会开始 出现一个反弹的计划 就算没有反弹的这个走势的话 我认为也是在半年线附近做整理 所以你现在去要做停损吗 我认为有可能会去停损到 这个相对低位的低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不用这个地方太过积极的一个 这个要去做停损的动作 那另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 比如说像细光指的部分 它们比较 这个今天在开始做一个 这个补跌的动作 所以这是补跌的第一天 但是你说 现在要去把它立刻做停损吗 我们就以这个 3363的上旋来看 大家看它股价 那确实今天蛮弱的 这个股价一度达到跌停板 虽然说没有收到跌停 但是这两天的三天的一个回档 已经非常接近 已经非常接近这个起张点 194亿的位置 大家看起张位置大概就在10月4号 对不对 所以你已经回到起张点的位置 你还要再去这个地方去 做这个停损的动作吗 我认为这个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那同样 只是说这个相对位阶比较高的 比如说刚提到3081的联雅 那这个股价今天 这个打到跌停板的这个还锁住 那我认为这个股价的话 就还有回档修正的压力 所以说假如说打开跌停的话 那可能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 去做一下这个减码 或者是停损的动作 总而言之 就是要看它的位阶在哪里 如果它这个下跌回来的位置 非常接近 它起张点的位置的话 你就不用做特别停损的动作 但是距离起张的位置 还有一段距离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地方 就要稍微做解码了 好 非常谢谢张文赫 张分析师的解读 看到了今天台北股市 其实呈现了开高走低 开高是来自于在美琪 还有在亚洲股市 今天一开盘的反弹 美股上个礼拜五四大指数当中 费半还上涨 那也导致了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亚洲股市当中 今天大多也都是呈现了反弹 但是您看到台北股市 在开高之后压回震荡 不仅中场跌了150点 跌幅0.6% 收在23198点 而且高低点震荡 高达了382点 电子权之股今天有点遭到逆转 那其中在中小型个股当中 细光子跌势是最重的 看到了联雅来到了跌停 上全解铃打开 创威 光盛 还有影位的部分 都跌了半根停板以上 但是资金转战到哪里呢 您看像是在电商 钢铁 台波 台塑 跟东源集团 全产股今天发挥了资金的转战效应 Tesla的干铁股也继续冲哦 同志连续飙量跟涨停板了 右下角的股票会比较安全吗 我们紧接着下来 要来请教的是 盐一鸣 盐分析师 一鸣你好 午安 小玉好 大家午安 明天还是由传产 还是由右下角的个股来单纲主聊吗 好 那目前为止的话 电子股休息的话 就代表说目前为止 大盘轮动还是持续的产生 那当然这个本周 这个月线的话 如果是收在红K的话 对于未来的盘式的部分的话 我相信帮助会比较大 那今天的话 电子股呈现水的弱势 那这不中间资金的话 就移转到水的钢铁 包含航运 那我本人预估的话 本周的一个钢铁股也好 航运类股的话 持续这个供给的一个 力道性的话 应该会比较强 但是盘面上面 还是有些中小型的股票 仍然是呈现 所谓的强势的一个走势 包含这个8032的光灵 那继上个礼拜 无量灯涨停板 今天一样是属于一个 创新高亮灯涨停板 8249的一个灵光的话 那在上个礼拜 虽然说这个创高又有拉回 但是今天目前为止 尾盘的部分 也是上涨了8% 小型股的部分 还有包含 所谓的PCB族群里面的 6156的松上 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那目前为止的话 重要的全资股 包含台积电 鸿海跟广达的话 尾盘在进行 所谓的打压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这个资金有机会 会轮到所谓的中小型股 来做出个撑盘的一个动作 是 非常细节 盐盐盐盐分析师的解读 盐盐认为大型股 还是比较受到大盘的压力 所以中小型个股当中 有机会单纲主流 但中小型个股当中 也不是党党都会发动 您靠今天高位阶的就产生了补跌 那到底有哪一些低位阶的可以留意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